云林斗六一名妇人上午要出门的时候 家里才一岁大的儿子看到妈妈开门也跟着想出去 但是一不小心误触门把下方的门栓 结果被反锁在屋内嚎啕大哭 妈妈打不开门也相当紧张赶紧通知消防队 一度还要求用绳索吹降的方式救援 最后是破门而入化解危机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时 还可以听到小孩子在房间里大哭的声音 打火弟兄拿出了铁锹大铁锤等勾矩进行救援 铁锤是在哪里 上面 下面 这边插 这边揭 好 慢慢来 经过一件悄悄打打 终于撞断了铁锤打开房门 焦急的妈妈赶紧把小孩子抱起来安抚他 没事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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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富人住在斗六市一栋透天明宅的四楼 上午九点多 他才出去上个厕所 一岁的儿子也要跟着出去 不小心碰到了喇叭锁下方的横栓 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面 门的对象这边有个栓 里面啊 里面有个栓 小朋友可能去玩吧 把他栓起来 消防人员当时一度考虑从五楼楼顶垂降下去 从窗户进入救援 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最后还是以破门的方式 安全的将小朋友救出来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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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